OK,各位同学,现在我们从25课开始,请大家先看单词部分。 第一个单词我们一块来读一下,叫什么呢? Mrs. 这个单词非常简单,咱们以前就学过了,是吧?不再多说了。 接下来请看第二个单词,Kitchen. 这个单词呢,只要大家能够拼出来,就一定能够把它书写出来。 比如说,K-I是第一个音。 接下来,Chin。 你会发现呢,是中文当中姓陈的陈。 所以你只要C-H-E-N就可以了。 而在这里面呢,大家只要记住一个特例就可以了。 有一个T是不发音的。 当然你也总不能把它读作Kitchen。 所以呢,就是因为Kitchen太难听了,我们就把T这个音给省略了。 所以就出现了Kitchen这个发音。 OK,它的意思呢,叫做厨房,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来说个短语,如果我们要表达在厨房,很简单叫In the kitchen。 In the kitchen。 OK,接着再往下看下一个单词, 叫冰箱。 咱一块来读一下,叫Refrigerator。 一块读一下,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这个单词,大家一看到就觉得有点晕,因为它长得太长了。 但是,大家不用着急,因为这个单词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完全可以避免不使用它。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有一个更简单的词咱可以使用,叫什么呢? 叫Fridge。 Fridge。 这个单词才是我们在平时使用冰箱的时候,使用最多的情况。 所以大家只要记住Fridge就可以了。 OK,好了。 在下面一个单词呢,叫做右边。 那么在此之间,其实咱们已经见过了一些的能够表示方位的词,是不是? 比如说在上面啊,在里面啊,这样的词。 那么大家再想想,其实左边右边中间这些词是不是也应该是表示方位的词? 那么大家想想啊,表示方位的词通常我们可能叫什么词来着? 对,叫借词。 所以毫无疑问,今天我们会学到的右边左边中间,你应该也会认为它是个借词呢,是吧?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可惜呢,非常遗憾。 这些词,左边右边中间,它们三个都不叫借词。 于是,我们就要研究它到底是什么词性。 请大家仔细看。 后边标了一个叫NUM,也就是一个字母N这样的一个标识。 它就意味着这是名词。 哎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名词还能表示方位的,是不是? 于是呢,大家想想啊,我们要表达方位,可惜它是个名词,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就是你找个其他的借词,把它构成个短语,这就可以表示方位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要表示右边,怎么说呢? 看好了,叫Honorate。 Honorate。 那好,比如说我们来说个句子,我说桌子在右边,很简单,叫The desk is on the right. The desk is on the right,就可以了。 OK,好的,我们来马上看看左边这个单词,一会儿读Left。 Left,它也是表示方位的词,可惜非常遗憾,它是一个名词。 那怎么办呢?咱们来学学右边呗,所以这个单词很简单,叫做On the left. On the left,这就是在左边。 那咱来说个句子,床在左边,怎么说呢? 叫The bed is on the left. The bed is on the left,就搞定了。 那么好,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一会儿还会学到一个中间,到了那时候呢,大家就应该非常容易地把它搞定了。 好,来,咱们再回来,来看这个单词叫做带电的,一会儿读一下,叫Electric。 OK,这个单词呢,叫带电的,或者可以通电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电流来工作的这些东西,咱们都可以叫做Electric blah blah。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锅呢,可以通过电来做饭,我们可以把它叫电磁炉什么之类的。 那么好,现在我们就可以说了,叫做Electric cooker,就搞定了。 好的,再比如说,Electric shaver,这个单词shaver,叫做刮胡刀。 所以这个锅呢,就可以表达叫带电的刮胡刀,或者是用电流来工作的刮胡刀,都可以。 OK,好了,那马上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单词呢,叫炉子,吹锯,也就是灌瓢盆,做饭的东西。 OK,一块读一下,叫Cooker,Cooker。 好了,这个单词呢,特别容易被人误解,因为我们知道,E2啊,或者OR啊,这些结尾的词,通常情况下都表示人。 可惜呢,非常遗憾,这个单词呢,它不表示人,而表示东西。 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如果你要表示这个厨师呢,很简单,把E2去掉,剩下的Cook,就是厨师的意思了。 OK,好了,下一个单词一块读叫MEDAL。 MEDAL,好的,这个词和刚刚的左边右边是一样的道理,它表示方位,可惜,它是一个什么呢? 名词,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变成一个能够表示方位的介词短语,怎么说呢? 看好了,这是固定的,叫IN THE MIDDLE,后面再加个of,就是什么什么的中间了,一块读一下,IN THE MIDDLE,IN THE MIDDLE OF,举个例子哈, 我说呀,桌子呢,在屋子的中间,这怎么说呢? 叫做,THE TABLE, OR THE DESK,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好,再说一遍,叫,THE TABLE,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就可以了,OK? 好了,接着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单词,读一下,of,of,它的意思呢,叫做属于什么什么的, 这个,这个单词本身啊,这个单词本身啊,用的比较少,就单独用的很少, 它一般都跟别人组成一些短语,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什么什么的中间,叫IN THE MIDDLE OF, 去这么使用,OK?好的,第十个单词一块读一下,叫ROOM,ROOM,它的意思呢,叫房间, 那我们知道啊,在一栋大房子里面,比如说有卧室啊,客厅啊,餐厅啊,等等的, 这些个,这个每个地方呢,我们都有可能用的ROOM这个单词来构成, 现在我们就来展开说一说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客厅,也就是起居室, 咱们一看怎么说,叫LIVING ROOM,LIVING ROOM,但是请大家务必注意, LIVING和ROOM是分开着的哈,不能合在一块儿去,我们再读一遍,LIVING ROOM,LIVING ROOM, 好了,再来看一个,这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叫餐厅,怎么说呢,叫DINEROM, DINEROM,这也是要分开说的哈,不能够合并在一块儿去, 再往下呢,叫卧室,我们一块来读读哈,卧室最重要的一个家具就是床, 所以呢,我们用BET加上ROOM构成就可以了,一块读叫BANDROOM, BANDROOM,也就是说可以连读,你可以读BEDROOM,也可以读做BANDROOM, OK,好了,再接下来呢,用洗手间,同样的道理,咱们也可以用ROOM所构成, 怎么说呢,叫BATHROOM,BATHROOM,就是洗手间了,OK,好了,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词,咱们一块读一下,叫CUP, CUP,这个词呢,一般表示的是喝茶的呀,喝咖啡的小被子, 其他的呢,比如说,玻璃杯叫什么来着,Glass, 再比如说瓶子,喝水的瓶子,咱们管它叫做BOTTLE, BOTTLE,或者是那种,就是一拉罐类型的那种,我们管它叫做罐头, 是吧,叫什么来着,叫TIN,TIN,OK, that's all for the words. 的音乐